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记忆里,钱被留给我们的记忆,我们自己生产的记忆,而创作就是一种分享记忆的过程。 在这个作品里,我们分享了关于彼此奶奶的记忆,分享了关于不同年代,不同城市的记忆。 分享记忆,就是分享一段历史,一段生命的过程。